德国有一家电视台 征集十秒钟惊险镜头的活动 讲经非常的优厚 十秒钟有很多的惊险 我们能做什么 而一个德国国家 父亲的举动 用十秒钟 他居然震惊了全世界 他是一位德国的铁路扳道工 在火车站工作 正为迎面而来的一辆火车 他准备搬动道场 此时铁轨的另一头 一列火车从相反的方向 驶进车站 这本来是一个很正常的工作 他只需及时搬动道插就好 然而他回头一看 经出了一身忍汉 因为自己的儿子正在驶向火车站的火车行的铁轨上在玩耍 如果冲过去 如果冲过去抱住他的儿子 尽管他没有冲上去抱走自己的孩子 但是孩子居然遵从父亲的指令 在一瞬间就握倒了相应的两辆火车呼啸而过 驶入既定的轨道 这一幕惊险的镜头被一个路过的记者视入了镜头 握倒的镜头一举夺得桂冠 当电视台在播出的时候 居然每一个看的观众眼睛里都饱含着泪水 因为搬到工的儿子 他是一个智障儿童 父亲曾一次次的告诫孩子 你以后能干的工作很少 孩子你必须有一样是出色的 尽管孩子依然没有太大的起色 但是和父亲玩打仗游戏的时候 每次父亲只要一喊握倒 孩子马上就趴下 这是他最出色的动作 大家也许会陷入沉思 一个大脑发育并不健全的孩子 常能在危急关头 严格地遵从父亲的指令 那么任何正常的孩子 是否也应该遵守纪律 我们学佛人是否也应该听从 佛菩萨的教诲 更加严守自己的戒律 精进修行 只管耕耘 不问收获地去做一个 对社会有用的人 遵济守法 才能维护家庭和社会的安定 爱国爱民 才能使佛法融入到家庭和社会 才能为民族和谐 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能为民族和保护家庭和社会 大脑发的 政府和爱民族和社会